一 八 九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 參加七獨區六獨里社區 關懷據點健康活動時 在六獨里長余良聖培同下 主動推廣 並且教導長輩們用手機的LINE 或掃QR Code 加入基隆長輩照護平台 成為好友多加利用 現在LINE給你 要傳給你 說嘛 應該用QR Code 你加入嗎 你加入嗎 你加入的話 線上基隆長輩照護平台 是基隆市長謝國良為了照顧 以及更便利長者們不用出門 特地請基隆市衛生局推出 能夠24小時線上提供長輩們諮詢 相關健康照護和衛教等問題 由醫師或是護理師等專業背景的人員 線上提供回答服務 市議員張耿輝和里長余良聖都非常肯定 也感謝這項措施 對長輩們的幫忙和照顧 謝市長上任以後 更是對這個我們 長照關懷祭典的重視 尤其特別交代我們衛生局長 特別的成立一個平台 讓我們這一些長者都是 一天裡面有任何的事情可以 借過平台來跟他們請教一些相關的問題 我是覺得這個非常好 當然除了這個市長上任以後 除了這個長照之外的兒童的平台 他也有成立 所以這兩項都是我們目前都急需的 一些需要借過平台 來了解我們這個長者的一些生活 狀況我想非常棒 謝市長上任以後 推動這個基隆市長輩照顧平台 真的是照顧很多長者 尤其是偏鄉 有這個平台的話 會更加便利 有什麼問題可以透過這個平台來反應 還有不只是長者照顧 還有幼兒托婦 托婦還有我們關懷據典 都現在都政府非常重視 感謝謝市長的用心 張肯輝表示 基隆市即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 未來在參加區裡等各項活動時 也會隨時協助市政府推廣這項 基隆長輩照顧平台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